我们春天如果说养肝要喝茶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是分两个要点 两种类型 一个寒一个热 适合两种体质的人 如果是一个体质偏热性的人呢 我们就是清肝火 怎么判定我们是偏热性体质的 如果是一个上肝火的人呢 他的表现就是 首先你看他的舌头 他伸出舌头来两侧红 舌头的边边两侧发红 两侧发红 你就有一点点很轻微的 两侧红 两侧红这个是干火 第二个他眼睛容易发红 对 特别是比方说 出去吹了风 或者是呢 晚上加班熬夜了 那个眼睛就红红的 我原来就是这样子 现在好像就有点红 我现在有点 我录下录时间长了眼睛就开始发红 眼睛就红 对 这个都是干火 那么还有呢 就是口苦 这个在更年期的女性最常见 她的嘴巴就会觉得苦苦的 尤其是半夜睡到一半 她起来想喝糖水 喝了也不管用 因为那是从里边的一种火 再一个呢 就是脾气急躁 对发火容易 发火 再一个就是口气很重 这就属于干火 干火 这种我们喝点什么茶呢 这种我们喝一个清干火的茶 它是两样很清香的东西 我们可以拿过来 就是这两叠 对 这两叠吗 对的 这叫什么呀 这是茉莉花吧 这个是茉莉花 这个是薄荷 对 这干薄荷是吧 这是干薄荷 你是在药店买的 薄荷梗 是吧 对 实际上来说呢 如果说你能够找到新鲜薄荷更好 或者是 这那薄荷是薄荷叶吗 对 不管是鲜的还是干的都可以 那么我们呢 基本上就是把这两样配在一起 这茉莉花 干薄荷 对 这个比例你可以随意 如果说你想要说一个参考的量呢 我们就是六克 六克拿手抓了多少 因为在家里没法说几克几克 实际上来说呢 你不用那么精确 因为这些都是非常平和安全的 像这个一撮 你要用到大半 我基本上的掌握量 就是用你自己的手 用你自己的手抓一把 因为每个人的手就是适合你的食量 我们的手跟我们的胃有关系 你抓这么一把茉莉花 那我这一把 然后你再抓这么一把薄荷 所以你要拿个大杯 通常你是拿这么高的一个玻璃杯 拿到这样子 拿到这样子 对这种 然后因为这是你一天反复要冲泡的量嘛 你不是冲泡 这一天就喝这么多量 不能再多了是吧 一天就够了 对 你不是冲泡一次 你冲泡好几次 然后呢 就这样来喝 这个蛮清香的 这个就是 它是偏良性 可是它不凉胃 微寒 也不用担心 它仅仅是降干火 所以它是凉干凉血的 特别是呢 有一种人 就是火气很大 就是很急躁的时候 喝这个 然后闻一闻 它的管用 因为我们讲 芳香就是解育的 然后它也是平火的 所以你就去闻它的清香 然后再喝 对 这个泡的时候 温度不要太高 不要太高 对 因为花类 我们温度都不要太高 你大概就是有个八九十度 烧开以后稍微等一会儿 然后再 原来 hazard 创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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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创意